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绅士的男人 女人拼命挣扎 一巴掌扇在男人的脸上 等同事走过来时 男人擦了擦手上的奶油 不知廉耻的恶人先告状 此时 女孩有理说不清 一切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 更让人恶心的是 这个男人还有家事 小林本想报警 可周围没有监控 取证太过困难 警方又不可能听信一面之词 再加上骚扰他的男人 还是公司老总的表弟 对方有权有势 而他只是一介女流 小林觉得离职或许是最好的方法 恰好几天前 小林接到了隔壁公司文秘的名片 对方看重小林的工作能力 希望他能够跳槽 于是他主动联系了隔壁公司的文秘 想看看对方的条件 结果对方却表示 你入职可以 但你必须得尽快结婚 因为一个年轻美丽的单身女性 确实容易受到职赏的性骚扰 小林有一些生气 但他也非常无奈 这就是现实 回到家后 小林身心俱备 他想睡个好觉 可公司的老总却在这个时候打来了个电话 说有事情要找小林谈 小林只好连夜赶去公司 但他没想到 刚进公司 就被人一棒子打晕 再次醒来时 出现在眼前的赫然是俊如那张禽兽般的脸庞 此时的他 正饶有兴致地拿着小林包里的防狼喷雾细地欣赏着 他将小林骗到公司 目的很简单 侵犯他 他要让所有对他冷漠的女人都变成胯下玩物 为了满足他的变态心理 俊如拿起了相机 精心记录下小林每一个挣扎的表情 小林拼命反抗 一脚将相机踹掉 趁俊如翻身捡相机 赶紧起身逃跑 俊如哪能放过倒嘴的鸭子 一把将他压在身下 慌乱间 小林拿起钢笔 划伤了俊如 拼命地向地下车库跑去 终于逃脱了魔爪 小林坐在车里 拼命地给男朋友打电话 可好几遍都是无人接听 他只能自己去报案 然而 就在他等红灯的时候 一辆大车迎面撞了上来 随着车窗玻璃的破碎 女人陷入了昏迷 等他再次醒来时 竟然见到了已故多年的父亲 女人第一次出车祸 醒来时 却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家 死了十年的父亲推门走了进来 在门外 他又见到了死了八年的弟弟 小林惊讶极了 他破解地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一切 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 饭桌上父亲告诉他 他的确是出了车祸 刚刚才醒过来 这样小林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自己想象的吗 随后 父亲还告诉他 车祸导致他的手机损坏 正在手机店维修 为了尽快弄清真相 小林饭都不吃的跑到手机店 结果看到里面的通讯录 更是一脸梦圈 他按照记忆 给男朋友号名打了电话 可传来了空号的盲银 小林有些崩溃 只好去看心理医生 医生告诉他 刚刚出了车祸 记忆有些错乱是很正常的 以后会慢慢好起来 没有办法 小林只好先回到家 依靠相片唤起记忆 这时 闺蜜小美发来了信息 一方面关心她的身体状况 另一方面 邀请她和佳佳来家里做客 记忆中 小林和小美佳佳十分要好 从小就是同学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面对闺蜜的盛行邀请 她自然没有推辞 三人聊起了童年的趣事 唏嘘感慨意犹未尽 当晚便睡在了同一张床上 可就在这时 一个人影突然走了进来 小林听到动静 睁开了眼睛 等男人走后 小林才叫醒两人 原来 男人是小美小区的保安 偷偷潜入小美家中 还放了针孔摄像头 小美瞬间觉得天都塌了 赶紧报了警 可警察去抓保安时 就被她给逃了 这个消息 让小林心里坠坠不安 果然 保安埋伏在了小林回家的路上 拿出匕首抑郁行凶 危机时刻 一个警察突然出现 三下五除二制服了保安 可当小林看清她的脸时 惊讶的话都说不出来 因为这个警察 虽然长得和男朋友好名 一模一样 而刘警官的出现也绝非偶然 她是特意来找小林的 没想到意外救了她 几天前 派出所接到一个案子 小林高中时期 一个姓谢的老师 在养老院惨遭杀害 案发现场的窗户是开着的 有一些泥土和一些脚印 为了调查凶手 警方只能先从 谢老师的社会关系入手 通过走访得知 谢老师获奖无数 是远近闻名的好老师 一辈子老老实实 从未与人发生过争吵 谢老师被杀之前 只有护士长盛华走进过房间 而恰好小林和盛华是同学 但经历过车祸 小林的记忆非常混乱 根本搞不清盛华是谁 见此情形 刘警官也不好多问 只能先把小林送回家 回到家后 小林躺在床上却失眠了 满脑子都是男友好名 以及刘警官的身影 她实在是想不通 两个人为什么长得一模一样 但生活习惯却大不相同 记忆中的男友十分斯文 但吃饭时刘警官去嫌得非常邋遢 突然她想起男友胸口有伤疤 想要验证两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 明天见面时 扒了刘警官的衣服 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女人第一次不穿内衣跟警察约会 就要求对方脱下衣服 警察不明 所以还以为自己遇上女流氓了 但实际上 女人只是因为出了车祸 导致记忆错乱 她只想通过胸口的伤疤 来验证眼前的警察 是否是自己平行世界的男友 但这个奇怪的要求 遭到了刘警官的拒绝 为了安证小林是不是记忆错乱 她专门调取了小林的病例 当她看到确有其事时 内心觉得有些愧疚 毕竟以那样的态度 对待一个刚刚遭受车祸的女孩 实在是有些过分 这时 回到家后的小林 也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些不妥 正当她想要去找刘警官说明情况时 却看到电视里一个警察 因为查案受了伤 送到医院生死未卜 而她的衣服和身材 又和刘警官的十分相似 小林心急如焚 飞速赶到医院 还好受伤的是刘警官的同事 看着匆匆赶来的小林 刘警官也猜到了她的心意 于是主动拉下了衣服 坚实的胸膛十分光滑 没有一点伤疤的痕迹 看到这一幕 小林也只好安慰自己 或许只是长得像罢了 因为这件事 两人的关系也进了一步 刘警官的同事生死未卜 警局缺少人手 所以她希望小林能够协助她一起办案 重点查找关于盛华的资料 于是 小林回家翻起了同学路 没想到真的找到了盛华的名片 翻到背面 上面是一串电话号码 她带着好奇拨落过去 没想到 接电话的人竟然是谢老师的夫人 更奇怪的是 谢老师对于小林的来电 感到非常惊讶 她嘱咐小林不要告诉任何人 并邀请她来家里吃饭 谈谈谢老师的案子 小林答应了 来到谢老师的家里 眼前的一切似乎都无比熟悉 她曾在这里补习 墙上还留有学生时代的痕迹 她四处打量着 直到看到一个关闭的房间 她感到一阵眩晕 里面似乎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时 师母喊她吃饭 并在饭桌上告诉了她圣华的下落 师母一直在调查谢老师的死因 她也认为圣华嫌疑最大 而调查中 师母意外发现 是小林的父亲老林将圣华藏了起来 她非常担心 圣华可能跟老林存在不正当的关系 为了小林的家庭和睦 也为了谢老师的死因真相 师母希望 雪林能够把这件事查清楚 听到这个消息 小林差点窒息 她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父亲竟然也会牵扯进来 为了还家人清白 她义无反顾 另一边 刘警官查找圣华的资料时 也找到了线索 原来当年圣华曾经修过学 是老师帮助她复学 再加上案发当天 老林也去过养老院 这一下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了老林的身上